哈囉 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出席觀眾跟粉絲帽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中國召開20大 習近平公開談話 強調反對台獨 而且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強調祖國一定要統一 同時這一回合反台獨 還講反分裂 而且反美國的霸權 同時也反干涉 但是同一時間 全世界現在擔心 習近平拿台灣 當作他將來連任第四任 21大的這一個鋪路的底牌 同時習近平在全面加強的是 中國的軍隊建設的同時 現在擔心 習近平下令備戰台海 而未來五年軍事戰爭的風險 可能全面的拉高 國防部現在追蹤 解放軍事件老台 幾乎已經變成 這一個圍倒的新常態的同時 全世界另外一個核心的焦點 還觀察美軍的動向 一方面台海跟南海都是超級火藥庫 另外一方面 今天第七艦隊的司令 直接喊話習近平 他說你要看看普丁的下場 跟普丁的教訓 普丁現在軟化了 而且自己找下台階 可是另外一個核心的戰場打得更兇了 首先是美國全面不計代價的 封殺中國半導體跟中國科技 而且封殺中國製造2025已經變成超級黑名單 同時金融跟貨幣的戰爭持續開打 建議找離岸人民幣能難看到7.2塊錢的波段低點 同時台幣一找股匯雙殺直接開盤 直接看到32塊錢 亞洲貨幣另外一個核心的指標是日元 日元天天更便宜 一旦突破150 那對於亞洲貨幣跟金融施殺 可能帶來新一輪的壓力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我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陳松心老師 大家好 再是梁文杰 大家好 再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是吳文杰 大家好 再是王四聰 大家好 再是王創下 大家好 好 這個週末全世界都看中國的20大 我們看習近平關於台灣議題的談話 創下剛看到的是習近平針對台灣議題的公開談話 即16日的時候20大正式召開 而習近平在110分鐘的講話裡面 也看得出來他確確實實一如美國和各國的預測 台灣問題會是他這個第三任裡面重要的核心 剛他所有講話裡面幾個核心的關鍵就是 習近平很特殊的是在很前面的時候 不會像過去的時候在台灣問題放在最後面 在很前面的時候就不斷的兩度的提到台灣的問題 反台獨 反分裂 反干涉 而在這裡面他其實是主軸就是嗆聲美國 然後警告台灣 而且這裡面有些東西是很特殊的 首先是在19大的七中全會裡面的總結報告裡面 其實是有九二共識 習近平在講話的時候直接拿掉了九二共識 這也等於是直接打臉了國民黨 國民黨還發電文還在講九二共識 打臉了國民黨 第二個他強調的就是反干涉 反干涉裡面不放棄任何用武力解決的所有選項 絕對不會承諾 所以這個東西還特別講是針對外部勢力的干涉 這是直接的嗆聲美國 所以習近平整個立場是非常硬的 他一定會講到就是祖國一定要統一 必定要統一 所以大家都預期說果然是他未來的五年是台海的關鍵五年 習近平在整個講話裡面 雖然講的前面還是有一些鋪陳 好像是展現一下他的一個追求和平系統 以最大的成立最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 絕不承諾放棄用武力針對台灣 這話講的是比較硬的非常硬的 而且是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所以這必要措施會不會跟普丁一樣 最後連核威懾都出來 大家也要去觀測 而且他特別強調 首先是針對外部勢力的干涉 所以他是講給美國聽的 然後後面當然是慣常的 就是少數的台獨分裂分子 他這次是非常重的講給美國聽 而且是說解決台灣問題 要由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 然後這整個報告裡面他講了110分鐘 其中其實原來是前面講過的 在原來給他的講稿裡面 七中全會的總結報告裡面 還講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政方針 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案 習近平直接拿掉了 所以這次把它處理掉了 一個中國和九二共識的基礎 直接拿掉了 所以會預期到 從習近平自己拿掉前面的那個報告 習近平的態度會更硬的 而且他就直接嗆聲美國 嗆聲的是反對任何單邊主義 反對你的任何經貿的保護主義 還有霸凌行徑 因為他們現在覺得美元和科技 都是被美國給霸凌了 而在這整個過程中 整個二十大 當然習近平要的就是 他要利用這次做了第三任 第三任的總書記代表他 已經超越了鄧小平跟毛澤東並駕齊驅 可是看起來大家在觀察 這內部裡面二十大到目前為止 到二十三日的時候 最後那個常委會的名單才會出來 可是感覺好像他內部裡面 還是有些紛擾 可能還有些事情沒有擺平 因為他這一次比十九大 多了四名的主席團成員 上次是四十二名 這一次是四十六名 那明老師也講過 如果多了 就代表著還有事情沒有擺平嘛 所以這裡面呢 但是呢 另外一個狀況是公佈出來的 整個二十大的主席團的常委名單裡面 第一名當然是習近平 可是七二到八 還是目前的現任的七常委 加上王岐山 那是不是代表著其實後人 能不能逮捕上去 看起來如果從這個排序 以共產黨的狀況來講 還是有些狀況要去處理的 可能他內部裡面還是有些地方 要去重新談的 BBC說當然現在你看出這個名單裡面 目前整個中國共產黨 就是唯一的習慣 而且習近平呢 自己呢還專程的去起草了 所謂的這一個工作報告小組 代表他的權力有擴張 而他在這裡面呢 也不但要宣示 他自己是超越了過去 所以他撐過去的十九大 還有十八大 這十年叫做 經歷了偉大的一個變革 然後自稱自己的偉大變革呢 是在黨史上 是在新中國的歷史上 是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 還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 四個里程碑 可是講這麼多 我們就講到話這麼硬 但是內部的權力看起來 好像沒有完全照他預期 所以很多學者也分析說 未來五年是關鍵的五年 因為習近平如果在未來五年 權力還有一些東西 台灣是他最後對內 嗆聲的籌碼 所以唯一可能以台灣問題 作為他繼續走向第四任的一個籌碼 好 那明傑一方面全世界擔心 欣平二十大召開完之後 他將來二十一大 想要追求第四任連任的時候 台灣跟台海議題 可能是會更加的尖銳 另外一方面 他這個週末強調的是 反台獨 反干涉 反美國霸權 但是美國是不斷的警告 事實上他下令備戰台海 對 我觀察 這一個習近平在二十大對台的 這些政策談話 其實簡單講就四個字 以五逼同 那表面上用和平來包裝 那談到說這一個會盡最大的努力 來爭取所謂的這個和平統一的願景 不過你看到他的用字潛詞 緊接著馬上似乎跟變臉一樣 馬上談到說 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那換句話說 我觀察整個他的談話的這個內容核心 基本上來講大概就是兩個手段 主要的目標一個就是併吞台灣 那手段上面其實只有兩種差別 第一個就是和平併吞 或者第二種武力併吞 而和平併吞的方法 其實在內容雖然強調說是用和平統一的方式 但是其實只有一個選項就是一國兩制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台灣不接受所謂的一國兩制 那他的和平統一的選項 就這一個馬上推向武力統一 也就是武力併台這一個方向來進行 所以我們為什麼談到說 奇怪他報告裡面明明有寫 所謂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口頭上為什麼不提 沒有提到 我個人認為這個就是他其實某個程度已經露線 換句話說 九二共識對習近平來講 其實已經不重要 因為兩岸再怎麼談 就算有九二共識的這一個基礎 談到最後也還是必須走向他所謂的一國兩制 所以這個九二共識其實對他來講 已經把這一個武力併吞的這個選項 放到這一個台面上來講 九二共識對他來講已經不重要 所以我認為他有意刻意這個地方忽略不談 那縱然他想要以武來逼同 到底能不能成功 其實我認為習近平在這一個對台談話裡面 其實他有三怕 也就三個害怕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你看到他也擔心解放軍是不是能夠達成他的一個意志跟目標 真的能夠用武力的方式來併吞台灣 所以他也要求下令解放軍必須要全面練兵備戰 第二怕是他也怕美軍介入 所以你看到他在建軍備戰這個部分 他也特別指示解放軍要打造強大威責力量 這樣的一個系統 什麼叫強大威責力量 其實就是美方先前也是市井 解放軍有可能加速這一個 擴增他的核彈頭的數量到1000枚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就是企圖用所謂的核資武器來威責美國介入台海 這是他第二怕 第三怕也就是他最怕的就是他當然也擔心他的政權垮台 所以在這一個對解放軍的指示裡面特別強調說要確保槍桿子永遠聽黨指揮貫徹 這一個軍委會主席制 這兩項無非都是擔心有其他的這個挑戰力量 透過這一個過去來講 中共政權是槍桿子出政權 那獲得相關的軍事力量的支撐 可以來這一個對他的政權造成威脅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其實 雖然這以對台併吞為主要目標 希望現階段以以武促統的方式 比他過去在十九大談話更為強硬 那但是他心中隱約隱含的這個三個他非常害怕的地方 也都呈現在中共二十大對台政策的這個談話裡面 那行動上我們剛剛講的是言論上 那對台用這種恫含的方式 直接要以武來逼捅 行動上其實配合他具體的這個行為確實也如此 因為我們看到這台灣的國防部 這個邱國正的國防部長 在立法院上個星期其實談到說光八月 這個解放軍對台的這些基建 騷擾的次數高達一千一百次 九月也有將近有六百架次以上 這個月到現在至少都超過兩百架次以上 那甚至也有這個媒體報導說 現在來講解放軍至少每天維持至少四艘軍艦在台海周邊 那包含在這一個台海中線 台海的西南或台海的東北 而這個本島的東北面 甚至有時候情報船會出現在台灣的東南面 那東北面主要是跟進美日的軍艦 那台海中線也會換防 那這種固定的一個常態化的一個對台步步進兵 有時候會進入所謂的台海的毗林區 這個部分確實對台灣的防衛上 有增加一定程度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近期海軍要增艦兩艘的新一代的巡防艦 未來其實會增加十艘 也就是說用這樣的一個艦艇數量的加速擴增的方式 才能夠對它進行所謂的緊迫低音能 避免它透過灰色行動對台灣步步入侵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為什麼近期 包含CIA或者甚至美國參謀聯繫會議主席秘立 印太司令等等其實現在我們談很多 都是以2027年為一個可能習近平犯台的一個時間基準點 那其實習近平在這20大的對台政策談話裡面 其實也談到也要求解放軍要能夠達成所謂的 建軍百年的一個現代化的目標 其實建軍百年的時間也是落在2027年 所以這些美方會有類似的研判 應該都有他的一個情資的一個標準 那對於這些整個台海的情勢威脅提升 當然美軍持續觀察之外 這幾天美軍的第七艦隊指揮官 彈瑪斯特別也談到幾個部分 他有談到說如果今天台海戰場 要跟烏克蘭戰爭來比較來講 其實基本上完全不一樣 因為整個台海作戰跨海的難度非常的高 而且他也談到說 台灣已經部署了非常多 這種所謂的精準飛彈這些武器裝備 那台海絕對沒有所謂的散兵坑可以躲 這句話其實無非直接是在對解放軍示警 如果今天解放軍的船艦大批跨越台 進行躲台的行動的過程中 恐怕會被台灣的反艦飛彈 列為目標完全躲都沒得躲 那傷亡絕對會非常慘重 所以他也要求這個習近平 要看看普丁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的教訓 那同時他也這一個鼓勵台灣 必須要從烏克蘭戰場中 學到一些經驗包含像不對稱作戰的這些戰法 或者是更重要的就是 必須要擁有所謂的堅強的抗敵意志 那對於這個解放軍會不會在未來五年內 用武力的方式來併吞台灣 那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澳洲的前總理陸克文 他談到說習近平因為過度的集權 那在他這個狀況之下 內部有非常多政治跟經濟的問題 其實對他來講已經如同動脈阻塞 他認為他基本上來講 未來五年應該都沒有能力 可以來進行所謂的犯台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看到 基本上不管習近平 他是不是能夠有能力 達成他併吞台灣的野心 不過目前來講 以中共二十大 他內部對台的談話來講 目前凸顯出來的是 他主觀意識上面確實比過去更為強烈 未來客觀環境其實有三個變數 是不是能夠配合 第一個就是解放軍的軍力 是不是在未來五年之內 能夠達到他真的 絕對可以來犯台的這個目標 第二個美方會不會介入 現在來講拜登政府已經適度強調說 美軍會協防台灣 那美軍有沒有能力來跟解放軍抗衡 這也是未來的一個變數 最後當然還有台灣自己的防衛能力 是不是能夠阻擋解放軍的攻勢 這三個變數唯一可以超之在即的 就是我們台灣自己的部分 我們自己的國防實力要增強 要有信心 要有抗敵的意志 這也才是未來因應五年台海變局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國召開的20大全世界都高度關注 那習近平提及台灣議題的時候強調祖國一定會統一 而且再度公開強調反對台獨 反對分裂 而且順便反對美國霸權 那同時也直接公開講 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好 習近平因為這樣的公開談話 當然引來國際間很大的反彈 特別是美國現在整個內部跟華盛頓的反中氛圍 是不斷的延燒 首先是20大召開之前 老美不計代價殺中國 那一方面要殺死中國新中國半導體 另外一方面中國製造2025 幾乎陸續都要變成超級黑名單 而這一回合習近平連任的集權之路走到這裡 究竟美國媒體如何看待 好 是從剛剛看到 一方面習近平召開20大 引來全世界高度關注 另外一方面 美國現在清理戰場 集中力量追殺中國 而且瞄準習近平 沒錯 事實上這次20大召開的時候 國外都有非常多媒體在報導 那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當然美國的CIA就說 習近平已經下令了 要2027年解決台灣的問題 如何建立所謂的跨海打擊 瓦解解放金的集結能力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包括澳洲前總理陸克文講到說 他認為是五年內沒有能力犯台 但是美國裡面的聲音來說 或媒體的聲音來說 卻是非常擔心 包括說像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講到就是說 習近平在20大的會議裡面來說話 發表演講 警告美國不要干預台灣的這個問題 另外除了他這樣說之外 美國的參議院的委員會 其實同時間也有發出個報告 這個報告就說 其實今後中國可能會繼續的鎮壓 還有經濟的脅迫等等 然後同時也對台海的局勢 感到非常的擔憂 他同時認為說 其實美國必須要能夠建立起 嚇阻它的這個能力 如此才能讓美國 如此才能讓中國的野心 能夠消失的一個狀況 除了美國參議院 還有金融時報這樣報導之外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 他同時也說 美國要反思相關的政策 他主要講到原因是因為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美國有非常多的政策 在阻擾中國的發展 他說拜登很難用 很難與中國全面競爭的時候 又選擇性的合作 所以要嘛就競爭 要嘛就是合作 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習近平也沒辦法 就是說在維持中國的崛起之後 又要扼殺 同時要扼殺所謂的私營的部門 然後等等的這個狀況 所以顯見中美之間 在未來整個對抗裡面來說的話 要能夠有齊心一步的這個想法來說 其實難度是越來越難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都在關注說 所謂的G20會議 就是在11月召開的這個G20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習近平是不是有可能會跟拜登 在印尼的巴厘島裡面會面 但是其實根據這個最新的這個消息裡面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最近一段時間 美國對於中國的一些追殺 包括說從半導體 然後一些美國的人才等等 還有這個美國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追殺令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目前為止好像他們兩個會面的可能性會比較低 不過這個當然還是要等到具體的這個情形 他們雙方都已經有在這個之前有在建立一些所謂的可能會議的一些 這個會議的這個過程裡面的一些議程 但是目前為止已經沒有在建立了 所以難道兩個人兩個人是沒辦法這個在這個 這個G20會高峰會裡面見面嗎 好 那為什麼會沒辦法見面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因為最近起一段時間 拜登對於這個中國的這個半導體的追殺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的嚴重 包括說第一個 他宣布了針對所謂的邏輯IC的14奈米 還有包括說像D-Rain的18奈米 還有這個Netflash的128層的技術對中國進行一個管制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同時還把包括說像這個廠江存儲等30家的這個公司 列為所謂的未經核實的這個清單 未來有可能會禁止美國的企業全面跟這些半導體公司來做這個經營 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他同時又說這個禁止美國人或是拿美國的護照的人 幫中國的半導體工作 那其實這些可以說是全權盜肉 打了中國半導體真的是幾乎要完全掛掉 同時他又遏止說這個所謂的AI或是說HPC 高速運算的晶片運輸往這個中國大陸 所以因為他這樣做的情形來說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講 以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柯林柯磊或是說應用材料等等 或甚至是艾斯摩爾他們都已經發出相關的警告 要求你是美國國籍的話 你現在就不要進入中國的工廠裡面 即使是安裝到一半的機台 客戶打電話給你你都不能夠接 所以看起來的話其實這些公司的這個人幾乎都完全都離開了 所以未來對於中國半導體的這個資本支出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另外一方面來說因為美國或是說柯林柯磊或是硬材這些產品 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找不到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所以也就是說中國的半導體幾乎是接下來要發展 是寸步難行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是因為他規定了美國人不能夠替這個半導體的中國半導體業工作 所以現在其實在網路上有流傳非常多的這個這個中國半導體裡面的高管 都是來自於美國或甚至是你哪有美國的綠卡的 所以人家就說中國半導體就說中國半導體的一個用戶就說 中國半導體的這個所有美籍高管和工程師在昨天集體辭職 他說中國半導體的這個製造業一夜之間直接被癱瘓 然後拜登的這一項的這個制裁的殺傷力比川普十幾年的這個表演型的這個制裁力量還要大 所以你要其實這個美國對中國的追殺裡面來說的話 會讓整個中國的半導體的設備或是半導體的人才都面臨到非常大的這個壓力 那其實我就說這個從這個制裁我們可以看到拜登的這個決心 為什麼因為事實上打擊這個這個中國半導體第一個時間受傷的其實是美國的企業 我們到上個禮拜其實包括說像應用材料已經開始出面 調降他今年第四季的猜測 甚至像台積電這幾天也說他影響這個營收可能有10%左右 台積電也連續的這個下跌 所以對美國或是對台灣半導體甚至對韓國半導體 其實都有損傷 只是說呢這個對中國的損傷是更加更加的傷筋動骨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美國已經為了殺中國 他已經不惜就是寧可我受傷 但是我要你比我更慘 那我覺得這種決心來說 我覺得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強烈 他不可能走回頭路 我打得這樣這種決心跟殺普丁一樣 對沒錯 他殺普丁的時候他面對的是通膨的壓力 然後呢他殺普丁的時候他的盟友基本上也反彈 然後他殺普丁的時候他自己的業者也要受傷 他現在只是拿殺普丁的小菜拿來伺候習近平 所以現在人家就說嘛 為什麼最近來說的話全球股會是會有一個波動 是在前幾天的時候有一個外資 他不是高盛調降的把台積電移出所謂的買進的清單 對 他的說法是台積電接下來要面臨一段波濤洶湧的時刻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拜登不是只有這一招嘛 他接下來可能還有更多的一些政策出來 那會不會對整個科技會有更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種這種所謂的中美貿易彈之下的 對台灣科技或是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我覺得這些衝擊也值得我們持續的關注 好 視聰我打個岔我請教你 美國殺俄羅斯的時候要求台積電連一顆晶片都不准攻俄羅斯 是 沒錯 習近平跟中國如果繼續囂張 你跟我也有可能看到這一天 要求台灣的半導體業者一顆晶片 一個關鍵零組件都不准攻中國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 現在美國對於台積電的要求是 譬如說你華為不能夠攻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說像AI或是HPC 這些領域是不能攻 但是你說什麼通訊晶片 或是一般車用晶片 這些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會不會打到有一天 兩個國家的敵意螺旋再往上升 如果假設中國制裁 美國這樣雙方這樣制裁下去 我覺得是有可能會發生到這一天 那如果真的這一天來到的時候 我覺得對台灣的影響 我們真的是要持續的關注 因為這個 我打個岔 如果這一天來到就算沒有軍事熱戰 台灣有很多電子業者 他的營收業績說不定兩層三層五層 依賴中國市場 那那些可能都要砍 那對很多人來講可能就是斷手斷腳 對沒錯 所以我所有才說 其實這幾年的台灣的這個 我們過去可能很多人在台灣內部的人就會說 我們可以同時遊走在中國跟美國之間這樣 我覺得其實經過拜登這幾年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現在的美國或是現在的中國 都已經沒有讓你選邊 沒有讓你猶疑兩邊的可能性 你要嘛就是選中國 要嘛就是選美國 那這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台灣也是不例外的 好文杰議員 你怎麼觀察新平二十大的公開談話 那當然時代變局走到這裡 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其實你花了很長的篇幅 強調時代的變局 然後他強調說會有一個什麼疾風咒雨的前所未見的 那個什麼安全環境的變化等等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我覺得習近平他是在塑造一個 中國好像被世界其他國家包圍 或者是中國被美國包圍 然後中國人這個面臨的這個安全上面的問題 而且他在塑造中國被霸凌 他最近幾天一下科技霸凌 一下美元霸權霸凌 他這種就是塑造中國人的一種不安全感 那實際上是把中國共產黨本身的不安全感 給投射說這個中國共產黨的不安全感 是全國人民要來承擔 但是這個意思 但是因為他塑造這種不安全感 所以他就可以去講政治 他可以講說我要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我要這個強軍等等 所以他這一次基本上 因為過去幾次 從這個1990年代以來 每一次的政治報告裡面 大概都會講這個經濟改革 改革開放 這些詞是必然要講的 然後大概都會講說 這個我們的經濟成長要多少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改革開放 大概要走哪些方向 但是這一次基本上經濟完全沒有 不提了 也不提改革開放 那就是在講國家安全 跟鬥爭 跟鬥爭 就是講這些這樣 就不管市場只管認真鬥爭 是沒有錯 所以對我覺得對習近平來講 他現在是一種 構築一個中國人的那種堡壘的心態 比如說與其說是自信的心態 不如說是構築一個堡壘的心態 然後在這個堡壘的心態之下 一個獨裁者才能夠擁有大權 他這個邏輯其實跟普丁是一樣的 跟小胖也很像 小胖比較窮比較小而已 他所說的普丁他所塑造的 就是說我俄羅斯為什麼要打烏克蘭 是因為北約禁逼 是因為我俄羅斯不得不這樣做 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是非這樣做不可 實際上我們俄羅斯人是受害者 是因為我們這麼做 是因為我們的安全受到了這個破壞 受到了威脅 所以我們才先出手 所以我覺得對習近平這樣的整個鋪陳下來 當然就是說我們對於 臺灣的這個跟中國未來的互動 我們確實要很謹慎的注意 因為當一個政權 一個這個比較獨裁的政權 他有了這樣的一個堡壘心態的時候 他就很可能在某些狀況之下 他就要實現他的這個預言 那我昨天還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當他們在進場的時候 他們主席都在進場的時候 習近平第一個進來 後面跟的是胡錦濤 那胡錦濤後面就是跟著其他的常委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 好像是胡錦濤跟習近平達成了某一種妥協 也就是說胡錦濤他作為前任總書記 他是很多人把他視為這個團派的領袖 視為一個比較溫和的 這個比較注重改革開放的這樣的一個領袖 可是他昨天是等於是幫習近平來站台 背書 背書 昨天江澤民沒有出現 105歲的宋平跟滿頭白髮的胡錦濤 作陣幫忙拉台 對沒有錯 所以等於是 但以胡錦濤這一股勢力 他也支持和認可了習近平的這個第三屆 也支持和認可了習近平這樣的一個政策方向 那也許胡錦濤可以換到一個 譬如說胡錦濤擔任總理 也許有這樣的交換也不一定 但是看起來整個 我覺得他們的政治交換已經做成了 所以習近平連任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看到胡錦濤昨天這個動作 我覺得胡錦濤很可能會變成是總理 但其實他總理 他也不會是習近平的接班人 因為對習近平來說 這些只是一個暫時的棋子而已 他真正的接班人 我覺得還至少5年10年之內都看不到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國召開二十大新平 這度強調反對台獨 反對分裂 那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同時反對美國霸權跟干涉 可是同時美國的霸權就是很威 這一回合最威的當然是科技產業的競爭 而科技的核心在半導體 把中國的半導體打到石器時代 對美國來講已經是最低廉代價的戰爭工具跟手段 不打半導體難道打核戰嗎 從下剛剛看到這一個美國追殺中國半導體 只是第一槍黑名單 中國製造2025現在都是預測 即將發生或者未來可能發生的黑名單 上個禮拜五紐約時報點名海洋科技 今天事實上台灣航運股好幾個直接殺跌停 所以整個中國製造2025 現在都可能面對美國追殺2022 從10月7號美國商務部公布了這麼嚴格主動出擊 然後是全面的一個禁止的 對中國的晶片量禁令之後 到了10月12號 美國發表它的首份的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 同時人員也開始限制 到了21號的時候更高階的 像AI晶片這些要持續進去 一波一波接著打下來 現在全世界才發現 這已經不是一場半導體科技戰爭 這個是美中脫鉤全面經濟戰的一個起點 而這樣一個起點 所以看到分析的 首先中國的科技軍事能力 在這場半導體戰爭裡面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剛剛講的不管是你128成以上 或18奈米14奈米以下 中國以後它的晶片的運算能力 不管是用在飛彈用在飛機 用在各個地方用在雷達 你的浮點運算能力落後了 你的精準度 人家美國一公分 你可能是一公里 這個趁真上就已經把你給徹底打下來了 所以連中國的新的研究的首席分析師 顧文君或者是中國的龍舟金訓的分析師 他們都出來講說現在麻煩了 麻煩在哪裡呢 中國在這一波第一波出來的時候 他們才剛剛起步 還在牙牙學部的整個記憶體 已經即將被夭折 然後被夭折之後 然後一些國際的分析師還講說 這個是將是美中全面脫鉤的開始 接下來金融 接下來各種狀況 中國製造2025都會被徹底打掉 所以謝金河才講說 王實理打 而在王力實打裡面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什麼 重要的危機是什麼 根據金融時報的計算 至少已經有200名 在中國的高階的 擁有美國國籍或美國綠卡的人 想要跑掉了 日今是說甚至有數百名 完全打下去之後 中國只剩下市場其他的四分之三 通通被掐在手裡面 所以他們說這個東西才是中美科技戰 美國出了重手的第一步 好那陳老師我剛剛講 這個打中國用科技或者用貨幣 或者用金融經濟 已經是最便宜的選項 你觀察美國打俄羅斯 美國事實上沒有派美國大兵 進去軍事戰場 美國有提供烏克蘭軍事武器的幫助 那情報的幫助 可是美國追殺俄羅斯 第一個手段是直接殺出美元系統 所以把俄羅斯踢出一個 他自己的獨立貨幣系統 然後殺所有的科技跟半導體 現在事實上 他也已經把戰場擴大到中國 雖然人民幣還維持在國際體系裡頭 可是貨幣的這一場戰爭 強勢美元 他可以一魚多吃 一方面他對於內部的交代 叫做打美國內部的通膨 可是另外一方面在這個節骨眼 是加大中國經濟全面惡化的壓力 我想這個林冠這個觀察非常好 主要就是說 你現在號稱是打通膨 沒有人能夠說你不對 但實際上打通膨 真的是這樣子的打法嗎 這是個大問題 可是他無論如何這樣做了之後 我們這樣看 在這個對俄羅斯的時候 是凍結他所有的外匯資產 然後讓他踢出到SWIP裡面來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說 中國實際的經濟的情形 是很脆弱的 如果他這樣持續升息的話 這個人民幣7.2 完全沒有機會守住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美元指數這麼高 實際上對其他貨幣也一樣 我們比如說這個日延來講的話 日延從今年到現在的話 應該講起來 它的貶值幅度是在20%左右 實際上英鎊也是27% 換句話說 這個其實主要的貨幣 都已經撐不住了 那何況人民幣 你是硬撐 那你硬撐要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今天看 雖然人民幣目前 只貶值不到12% 但是這個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也就是說 它的外匯準備 其實不斷在付出 當然從現實的角度來講 這個影響也不只有對人民幣 因為我在講過 新台幣也好 韓元也好 我們都有相同的問題 不過因為韓元也是貶得20幾% 所以目前等於是說 台灣的央行 可能考慮的還是比較多 但是你看台幣 今天直接看32了 今天才10月中 我想市場很清楚 而且包括今天的期貨 可以看得出來 亦季到明年3月的時候 美國的聯邦的基準利率 Muffet Fund Rate 大概是5% 換句話說 從今年年初的零 到明年的3月份是到5% 你看看這幅度多快多猛 各位觀眾朋友你算一筆帳 你在美國隨便做美元訂儲 你現在會有4% 你明年可能會有5% 楊金龍給台幣訂儲1% 你說聰明的錢要不要跑 1%跟5% 請問你選擇誰 這個不只是這樣子 我想我要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其實目前國際組織都有提出來很多的見解 那我給大家看 這個一張 這幾個貨幣 我們就剛剛帶過去了 包括海源在裡面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其實聯準會這種的激進的升息 有沒有辦法達到它的效果呢 坦白講 從目前的情形來看 根本就沒有 因為你很顯然的嘛 就是說除了你釋放出這個戰備除油 讓油價稍微下來一點之外 其實你的核心通膜 基本上還在上升 換句話說 你是不是有對症下藥 這個是個大問題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拼命這樣升息的話 那導致的結果 可能就是全世界的一個災難 所以下一頁 我們在從我之前也稍微講過了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一直在講 這個是結構性的通膨 因為這地圓政治的問題 不是你的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嘛 而且這現在的國家主義盛行 保護主義盛行 你的貨幣政策有幫助嗎 沒有 你可能還要更加劇 那這個時候的人員的危機也好 糧食的危機 同樣的根本就跟你的貨幣政策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再看到一個現實 可是我打個岔 可是它不升息 它的通膨可能更惡化 這個有一點點像 當我們發燒的時候 你要不要吃退燒藥 你沒有吃退燒藥 你可能燒到更惡劣 其實是這樣子 但是你吃退燒藥也並不等於可以殺病毒 因為貨幣政策能夠影響只有核心的通膨裡面的一部分 包括那個我們講這個供應鏈都不在裡面 其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公布的報告這幾天 他就講是說極端氣候可以造成你通膨大概0.4最多 然後這個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人口的老化 全世界都在人口老化 所以你會造成目前這種說 我明明是已經打得很厲害了 可是我還是充分就業 所以這是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就是目前 國際間的這個銀行 我們在做個調查的時候就發現這個是 美國已經升息這麼激烈的 結果你還是充分就業 那這些經濟學家開始做調查 這10月份的調查顯示出來 有60幾%的人認為是說 美國聯準會可能過度的升息 並且會造成經濟上的弱點 那實際上這個目前已經在顯現出來 我們現在看的話 歐洲基本上也有可能會有金融危機 所以這幾天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年會還在開 他們就講到是說 目前全世界這樣搞下去的話 我們這個財務的切口 大概有這個6.4個兆美元 那我這個右邊那個圖就給大家看 你用補貼或直接給現金 很多一格一格的 就是跟大家講是說 每一個國家都在想辦法 來因應目前人員跟糧食的通膨 可是你如果沒有錢 你能夠做多少呢 這個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什麼時間點 即使有這麼樣的呼籲 什麼時間點聯準會可以停止升息 或者開始降息呢 其實他們也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裡面顯示出來 大家的認為是說 比較可能要到明年底 第四季或者是後年初 我們才有可能看到降息 也就是說如果明年升到5%或5點幾之後 可能要持續一整年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對全世界那個殺傷力很大 那也就是說資金會持續走到美元的部位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強勢美元 我們就一個行動之 你學習其他所有的貨幣 我們今天看到了歐元看到了英鎊 看到日元看到韓元 其實人民幣這個屬於用人為的方式去撐的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在講中國的話 中國的經濟一定是很弱 所以美國很清楚 趁這個機會我一直升息的話 人民幣那個壓力擋不住 它整個經濟可能就會有危機 金融也會有危機 那我們目前再來看 如果不就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受傷的除了中國之外 其實從目前的這個貶值的情形來看的話 新興市場像我們這幾個國家 大概就10%左右 可是呢這個發達國家動不動就快要20%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一次的金融危機如果有的話 可能還有是歐洲先爆呢 還是中國先爆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 我們肯定美國不會先爆 因為就是my dollar your problem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對所有的國家都是一個很大壓力 我們必須要去體認大環境是什麼 不要說只守著固定小數的 我們一個傳統的這種貨幣政策的概念 我們可能面對的是全世界的衰退 在這個衰退之下 我們怎樣保住自己的元氣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好 那全世界的這一個經濟壓力 還在變化的部分 中國的經濟我稍後會再做專題討論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 民風事實上距離選戰只剩下倒數41天 這個週末因為北台灣風雨很大 所以幾個地方事實上有災情 然後南台灣看到各式各樣的造勢跟競選的活動 可是這個週末也因為習近平再度在二十大的公開發言強調反對台獨 所以馬英九立刻裡應外合的呼應 說台獨帶來台海戰爭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跟馬英九是非常不治的 因為他這一次把台灣的問題提得非常前面 而且台灣把台灣問題變成重大鬥爭的項目之一 所以你還去附和他嗎 像馬英九其實中共在中共眼中馬英九也不是什麼統一的人 他還是滑賭啊 他是中華民國獨立的滑賭嘛 其實習近平的這篇文章裡面有一個觸統的操作型定義 就是以後要推動各黨派各界別各階層人士就兩岸關係國家統一的進程展開協商 這表示什麼 未來可能會搞一個平台 或是搞一個協議 他想要推動觸統 然後各個政黨來吵來談統 對 或是搞一個協議 然後這個就是當年 馬英九政府曾經一度要端出來的類似和平協議這種東西 那和平協議 這個和平協議會比以前更嚴重 不會說我們保持和平或是怎樣 只要未來統一 這個未來的協議可能會有時間表 就是很像中英對於香港的協議一樣 多久之後 但是台灣社會不可能接受 台灣根本不可能接受 所以這種東西你會逼到最後 他會說我們要設個期限 然後推動一下 然後暫時在2027年之前不要動武 可是在幾年之後 台灣跟中國就要就統一問題 進行這個談判或是怎樣 類似的東西這種時間表 台灣主流社會也不會同意的 那你國民黨很奇怪 國民黨就去諸和他 難道未來這個和平協議 是國民黨你要主導要撐夾嗎 所以這個對選情也是很不利的事情 我請教一下文傑議員 這一個週末 新平強調反台獨 反分裂 不放棄 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同時強調反對美國霸權跟干涉的同時 馬英九跟著呼應罵台獨帶來戰爭 這個你怎麼觀察 這對選戰的攻防有影響嗎 馬英九的邏輯其實跟烏惡戰爭 有些人的邏輯是一樣 有些人就是說罵俄國入侵烏克蘭 他會罵烏克蘭人 有些人罵哲倫斯基帶來戰爭 他從來不罵普丁發動戰爭 那對馬英九來說 他是永遠是罵民進黨 對馬英九來說 挑釁的人永遠都沒有錯 被挑釁的人才有錯 被挑釁的人應該跪下來 拜託人家不要挑釁他 這個就是馬英九的邏輯 對所以馬英九最好趕快退休 退休回家養老不要再出來亂了 我們稍後回來